原标题 谢霆锋自曝对张伯芝仍有留恋 坦言 不想和他离婚 当年谢霆锋不顾一切 迎娶张伯芝 连对父母谢贤和迪伯拉 都不度败着口风 于2006年9月 逆逆飞往菲律宾举行婚礼 当时见证两人交换戒指 连同飞机设影师在内 只有数人 2008的夜门照事件 让谢霆锋很是难堪 为此两人的关系逐渐冷淡 两人最终在2012年宣布离婚 孩子也没能阻拦两人离婚的结局 离婚后两个儿子由张伯芝独自抚养 谈起自己的担心妈妈生活 张伯芝坦言 确实很累 痛病快乐着吧 在做贺梦访谈节目时 谢霆锋说出了二人离婚的事情 在自己还很小的时候父母就离婚了 当时他们每天吵架 给我留下了很深的阴影 以为看到父母离婚 自己以后不会布他们的后尘 结果最后还是和张伯芝离婚了 我很希望离婚吗 我当然不希望 听了谢霆锋的这段采访 我们能够感觉得到 其实谢霆锋对张伯芝还是很留恋的 他也不想跟张伯芝离婚 然而现实的残酷让他很无力 在这段感情经营不下去的时候 他也选择了放手 如今谢霆锋和张伯芝都已经有了各自的生活 只希望谢霆锋能够多多照顾一下他们的孩子 毕竟孩子是无辜的 谢霆锋则和王妃继续解帝恋 张伯芝则一人带着两个孩子独自生活 要说谢霆锋和张伯芝他们分手的原因 可能是造化弄人 也可能是缘分尽了吧